另外,这次提醒有一个铁路的工程正在进行 为了配合南回铁路电气化的工程 台铁局7月4号发布了新一波的夜间替运时刻 从7月15号开始到12月15号为止 台东往返访导路段 每星期一到星期四 周六的晚间7点到隔日的6点 停止4个班次 也请民众要多加的注意 配合交通部铁道局办理南回县铁路电气化工程 台铁局宣布自今年7月15日起至12月15日为止 每周一至周四以及周六的夜间列车将改由公路替运 而其余时段则是维持正常行驶 台铁局表示 每逢周一至周四以及周六 南回铁路访导往台东的晚上9点15分的327班次 以及晚间11点05分373班次 还有台东往访导的晚间7点35分的328车次 以及晚间9点的332班次 将会停止 改由公路客运接替且全程免费 而相关的列车资讯 民众也可以上台铁的网站 以及交通部铁道局 或是至各车站进行查询 记者陈杰林台东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队